全油管最快新闻,北京时间11月1日,CBA常规赛中,天津南篮客场以112比105大逆转击败广东,送给对手二连败。 这是天津队史第二次击败广东,上一次是在2017年1月。 尽管周期继续缺席,天津队依然表现出色。 末节天津南篮展开反扑,打出一波10-0,实现比分逆转。 李荣培成为天津赢球第一功臣,全场拿下23分。 这场比赛充满了惊险与激情,是一场精彩的对决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